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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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當你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而發怒 但你身邊的人卻比你更生氣的時候 你是否就會冷靜下來呢 例如這球大谷以為自己要被保送時 結果竹城卻判了好球 球迷也紛紛給了虛聲 天使隊的其他球員也覺得很扯 但更扯的還在後面 下一球大谷以為依舊被保送時 結果竹城判定輝棒過半 現場球迷噓的更大聲 大谷也不開心的下場 此時天使隊球員覺得傻眼了 尤其是水源一瓶 馬上拿起平板查看 很明顯看到大谷這時候是不開心的 大谷與水源對到眼時還搖通了一下 水源似乎比大谷本人還要沮喪 結果旁邊的受害者 竟然還跟隊友happy了起來 接著下一打席 大谷依舊遭到三陣 下場時換他盯著平板看 結果又繼續搖頭 似乎是在覺得主神有失水準 水源再次為大谷打霸不平 拿著平板到處給天使隊友看 讓大家都覺得主神是個天才 近年來大聯盟很多人 對於主神有時候的判決很不認同 明明是外球卻給你判好球 也讓部分球迷希望 未來可以完全由電腦來判決 大谷最後與水源討論這件事 但兩人卻一起笑了出來 看來水源不單只是大谷的翻譯員 也是他的心靈之柱